民众集结拉布条 抗疫原本好好的远望 坑西三寸设施说拆就拆 新做的工程还粗制滥造 工程中将管线铺设河床表面 露出部分搬小石头压制管线 大水一来肯定被冲走 农民现在要取水灌溉更不易 水量更不足以以农田使用 造成农田损害严重 欠收难估算 关心这个地方有关心我们的农民 不知道我们的状况嘛 你血都瞎缩 我说的都黑白说 有泡水黑白说 是不是 啊 里面都是鞠躬尾过来 你们自己都 啊我严收 要付出我来很大风 你们孙海 破海的时候 有跟农民说 不好意思 失礼不 在我们今年的五月六月当中呢 我们有一群那个 鱼群大量的死亡嘛 所以说呢 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失了 因为我们这一条永恶坑溪呢 是一条风湿衣护雨的管事路线 所以说有很多游客都会来这边 欣赏我们的鱼群 现在呢 施工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些鱼群都不见了 造成游客他们观赏的损失 当地里长表示 这个工程中一并打掉 盒中上下游原本完整的树处 护核床工 损害盒床原本稳定防灾强度 原本的护核床工失作完成至今 河岸算是稳定无不良灾害发生 如今又无故全数打掉 水泥废料存于盒床 对于环境维护实在难交代 那民众反映说 工程完工之后 对于过去的一个使用习惯 跟取水的设施 跟农民的一个配合的方式 都不太的 没有办法配合好 所以造成农民的农业上的一个损失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做一个关心 我们希望农艇水利会能够听进 我们农民的一个意见 能够针对目前现有的一些缺失进行改善 来确保我们农民的取水权益 贵劳局局长表示 工程完工后 地方居民反弹声量不断 今天也特别到现场关心 希望农田水利署北极管理处 可以听取农民建议 针对现有缺失进行改善 来确保农民的取水权益 以及远望坑西的生态发展 介绍威 共聊 采访报道